小的时候每次去火车站 我都会非常好奇 为什么火车进站的时候 声音会变得很尖 而重新启动远离我们的时候 声音就会变得很低 直到上学以后 我才明白原来这是多普勒效应 等到工作以后 没想到我天天要利用这个多普勒效应 给病人诊断心脏和血流的信息 因为心脏大家都知道 它是一个动态的器官 它不像其他的组织一样 我们临床只需要知道它的解剖就可以了 只有超身心动图可以 实时准确地捕捉心脏动态的影响学信息 并且能够提供准确的动态的血流动力学的参数 所以说在这方面 超身心动图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任何影响学方法可以替代的 我们协和医院有中南地区应该最大的一个心血管研究所 这里面就包括了心血管外科 心血管内科 以及我们这个超身的超身心动图科 我在协和医院超身科心脏领域工作学习了十几年 现在超身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深入 对了在正常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 靠近仪器 肩膀还要过来 身材功能 伸缩和舒张 随着超身心动图的发展 超身心动图应该在心血管内科和外科之间 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超身医师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以及临床对我们的认识增高 可能就是会慢慢走在他们前面 坐他们的眼睛 超身影像学习对我们心脏外科尤其重要 在我们很多疾病的素肩诊断过程中 都是依赖于超身影像的诊断 超身影像的在有些复杂先行病 还有一些微重的心脏功能不好的 一些后肩病的治疗 对我们提供非常详细的一些素肩治疗 手术中我们可以通过超身素中监测 评估我们手术治疗的效果 对于我们手术的效果 以及手术中是否有存在一些病发症 以及是否需要再次手术 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对我们心脏外科的手术效果的一个财务 那么我们书前会给上一个非常精确的诊断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对手术或者治疗 是非常大的帮助 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有很多新的手术方式 它是要借助超身的这种帮助 或者是引导 那下面的话才能开展 第三个的话就是对病人的疏后的这个 就是这个随访的话 这个效果和准确信息的提取 也是要非常确定的影像的这个信息来进行确诊的 这个景象技术的发展不但就是在很明显的在改变 我们传统的改变的科室 同时的话在林匠的各个科室 不同的层面也在带动这个制造方式的改变 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林匠医生对于超胜 把它看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震荡工具 也是一个监护的工具 也是手术中间 能够给它提供很大帮助的一种技术 医生是这样的 你的知识面越广 你看问题越全面越深 除了经验方面 现在超胜医生更多的像一个全科医生 因为临床所有的科室都需要来做超胜检查 我们临床一个医生只知道自己某一个专业的疾病的信息就可以了 但是对于超胜医生来说 我们需要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每个器官的知识都要了解 我觉得超胜诊断的价值不仅仅是一副图像 我们所做的每个诊断背后都关系着一个生命和家庭 未来我们的路还很长 但是我们充满信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